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709年得度出家 惠日法师看到意境三藏法师前往西域印度求法 心中非常仰慕 于是乘船渡海 经过三年终于到达印度 法师四处参访礼拜释迦牟尼佛经历过的圣地 搜求饭门经典 在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之后 对严福提世界升起了深深的出离心 法师心中疑惑 有没有一个国家 一处地方只有快乐 没有痛苦 又是什么样的法门 什么样的修行 才能快速地亲见诸佛呢 他问遍了印度的三藏法师们 他们都劝他修行净土法门 惠日法师听完之后 欢喜踊跃 顶待奉行 后来 惠日法师到达了西北印度的建陀罗国 王城的东北方有一座大山 山上有观世音菩萨的圣像 凡是以至诚心恭敬祈求的人 往往都可以见到观音大士现身 惠日法师在山中的菩萨像前 叩头顶礼七天 又断绝饮食 誓要见到观音菩萨 到了第七天的晚上 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 献出紫金色身 身高三米多长 坐在七宝莲花座上 观音菩萨伸出右手 抚摸惠日法师的头顶 并且说 你如果想要红传佛法自立利他 唯有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至成发愿往生净土 到了极乐世界 见到了阿弥陀佛 见到了阿弥陀佛和我 能够得到无上的利益 你应当要知道 净土法门超过其他一切修行 说完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惠日法师本来身体非常疲惫 但是听完这段开示之后 精神立刻振奋了起来 等到惠日法师翻山越岭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已经游历过了七十多个国家 历时十八年 唐玄宗开元七年 即公元七一九年 惠日法师到达长安 入宫献上佛像和梵文经典 唐玄宗给他赐号 慈敏三藏 惠日法师精勤修行净土法门 倡导众生念佛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著有往生净土籍流行于世 唐玄宗天保七年 即公元七四八年 法师命中往生 临终之前 他见到面前的虚空中 开出一朵大莲花 放出像太阳一样的光芒 今天的往生故事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